接下来这14只米格鲁狗狗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 为了了解台湾狂犬病毒 农委会下个礼拜就会用14只米格鲁狗来做动物试验 来测试诱欢的狂犬病毒是不是会传染给其他动物 虽然有些专家认为是有必要的 这也感谢狗狗的牺牲 但也有人认为根本就是多此一举让人愤怒 总是散发出浓浓的热情 狗主人说这就是米格鲁最讨人喜欢的地方 但为了更了解狂犬病毒传染途径 农委会在下个礼拜预计用14只的米格鲁做试验 一组模拟在自然情况下被诱欢咬伤 另外一组是被诱欢咬过的实验署咬米格鲁 但台大兽医教授叶利森说 狂犬病毒会感染所有的温体动物 这个试验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因为叶教授其实也有提到 在人体感染这个部分 事实上也只有4成的感染率 那你难道你要做这样的实验吗 也有专家认为确实有其必要 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做台湾的野狗 或者是台湾自己的一些狗 家狗之类的会比较合理 可是从人道观点来讲 或者从现在的社会氛围来看的话 不是容易这样做 所以用米格鲁也许是不得已之下的选择 李教授整合资料也发现 大安息、高频息和秀姑卵息 成功阻挡疫情的扩散 成为防疫最佳的天然屏障 推测可能是染病过后 会有孔水的症状导致 不过华东之间还是有海岸山脉相连 台东染病的诱欢 还是有可能翻山院里 扩散到华联